欢迎来到联想科技创新大会 Welcome to Lenovo Tech World 今天正是高棚满座 在座的有我们来自全球的1500名供应商伙伴 渠道伙伴以及我们的客户们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位媒体朋友们 有市场分析师和投资人 有开发者 我要代表联想向道场的所有贵宾 表达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三位好朋友 跟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 我们创新的成果 科技的魅力 让我们欢迎不远万里 专程赶来的英特尔CEO Bright Krizaniqi 微软CEO Sachia Nadala 还有我的好朋友 百度CEO 李彦宏 谢谢你们的到来 当然今天还有一群最特别的客人 那就是联想的粉丝 我猜在我的微博上经常出现的一些ID 今天终于现身了吧 这样面对面 零距离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我已经期待的很久了 这不仅是联想的盛会 科技的庆典 更是联想粉丝的大party 刚刚我们的摄影师已经记录了 大家在开场前的兴奋和期待 我会把这张照片放在我的微博上 就是这一张张面孔 将和联想一起开创 科技的美好未来 I know some of you don't speak Chinese What I said was that These are the faces that will create the great 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With Lenovo 请各位粉丝 尽情发挥你们的热情 拍照也好 录像也好 文字也好 用你们认为最有才 最有料 最嗨翻天的方式 记录下今天一个个 闪亮的瞬间 记录下这个美好的日子 我们会评选出最佳内容 最后有大奖等着大家 好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联想科技创新大会的 精彩之旅 Let's start the Lenovo Tech World Now 大家知道 刚刚步入耳栗之年的联想 一直以硬件创新而闻名 我们的产品 从手表 手机 平板 笔记本 一直到台式机 工作站 再到后台的服务器 存储 还有各种选配件 IoT 应有进行 截止到三月底的联想 201415财年 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 总共销售了 个人电脑 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等各类终端 智能终端 1亿4千8百万台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仅有这些硬件 仅有这些数字 已经远远不够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互联网家的时代 移动互联 蓬勃发展 用户创造 并分享着大量的内容 各种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 内容丰富多彩 大数据分析 广泛使用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的标志 因此我们认为 未来的设备 将不仅仅是硬件 而是硬件 软件和云服务的 完美的结合 完美的统一 在这个新的时代 用户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 用户需要更酷 更具创新的设备 要够能量 够时尚 够能彰显个性 他们需要更智能的互联 不仅仅是 今天的智能电话 电脑 智能电视 这些已经很智能的设备 更包括每天呢 你所接触到的各种东西 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设备 都要更加智能 更加顺畅的 自动自觉的 连接到彼此 连接到云端 连接到你生活的 方方面面 他们需要呢 更可靠 更可用 更安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支持呢 支持呢 前端 日益丰富多彩的中端 支持呢 各种各样的应用 云服务 以及呢 指数级增长的大数据 今天的这个演示呢 我们并不能做到 完全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也不能呢 完全展示我们的愿景 但是呢 将会展示 我们的进步 我们的进展 并希望几次呢 能够说明 我们努力的方向 以及我们的愿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